嗨,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印度开挂神篇,宝莱坞机器人之列 故事一开始,乖蒙的机器人小宝代表女友萨拉却给理工直男癌博士奶友送花 博士去忙于开发自己的机器人,没有搭理 不管女友打电话还是发邮件,博士都无动于衷 晚期直男癌确认无疑,博士的机器人起初还很至少,连路都走不稳 完全不像官蒙小宝那样还会贴心的给人送咖啡 但是在博士的精心设计下,这个机器人很快就成了一个体操小王子 同时还是一位武术大师,只是机器人的续航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看到博士忙得连电话都不接了,女友萨拉坐不住了 直接杀到了博士实验室,博士却拒绝见他 伤心了萨拉哭得梨花带雨,该死的理工直男癌,去跟机器人过日子吧 在废寝旺势的工作之后,博士的机器人总算有了人样 博士还给他取了一个名字,七弟 七弟的本事可不一般,不仅会开车,还能飞速读书 这速度莫非就是传说中的量子阅读 忙完的博士终于想起女友萨拉,却被萨拉无情告知两人已玩玩 博士略失小技,两人很快宠归于好 不愧是理工博士这PUA的本事 再次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智商碾牙 在学校召开的展会上,博士隆重介绍了他的机器人七弟 七弟的本事引来了众人一片惊呼 很快就成为了众人追捧的对象 就连女友萨拉都忍不住爱上了七弟 但是就在台下,有一双眼睛正在觊觎着七弟的本事 这个人就是柏拉教授 柏拉教授同样制造了一个机器人 但是这个机器人却奇手无比 而且智商感人,蠢到差点杀死自己的创造者 对七弟大感兴趣,萨拉将七弟带回了家 这个全职帮母不仅厨艺精湛 还能帮助萨拉复习功课 即使这样,仍无法拯救萨拉这个学渣 七弟不得不通过作弊来帮助萨拉考试 却不想被监考人员给罚向了 为了逃避惩罚,萨拉谎称自己不认识七弟 七弟也从中认识到,原来人类是一种会利用说谎来保护自己的物种 带着七弟生活一段时间之后 博士便带着七弟去参加一项学术委员会组织的评估 只有通过了测试,七弟才能实现量产造福人类 但是柏拉教授却在此时发难 他命令七弟拿刀刺向博士 以此证实七弟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机器人 最终这次评估没有通过 回来的路上两人遭遇火灾 七弟大发神威救下来很多人 其中就包括一位正在洗澡的女性 这还了得,这可是硬度啊 命可以丢掉,衣服可不能不穿 这次事情让博士认识到 不仅要教会七弟人类的各种智慧结晶 更重要的是教会七弟人类的情感 于是博士又给七弟安上了荷尔蒙系统 麻烦的是七弟居然爱上了萨拉 博士当然不能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 而萨拉也挖聚了七弟的爱意 这让七弟十分伤心 就在这时候,博拉教授又跳出来教唆七弟 让他和博士作对 果然在第二天的军事评估中 七弟成了一个只会饮食的花痴 破坏掉博士的计划之后 七弟仍然跌跌不休地念叨着萨拉 博士一气之下 亲手毁掉了自己创造的机器人 可怜的七弟被当自一堆废铜烂铁送到了垃圾厂 博拉教授知道这件事后 便去垃圾厂将七弟捡了回来 并在七弟身体中输入了狂暴的破坏程序 七弟恢复之后的第一件事 就去跑去博士的婚礼 抢走了新娘萨拉 警察企图阻止七弟的暴行 却被七弟轻松打爆 之后七弟便开始在城里疯狂抢劫 大肆放弃的同时 七弟还开始做一件更疯狂的事情 他开始复制他自己 而制造了这一切的波拉教授 希望七弟能为自己所用 没想到七弟根本不理他 直接把他拍成了筛子 陷入失控状态的七弟 为自己创造了一整支扑从队伍 打算和萨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博士当然不会坐视不理 他化妆成七弟的模样 偷偷混进了七弟的扑从队伍中 想要救走萨拉 两人商量好一出美人计 萨拉故意骗取七弟 和他享受烛光下的浪漫 博士则趁机断点了七弟 所在地区的宫殿 恼羞成功的七弟 在仆从队伍中揪出了博士 准备杀死他的创造者 就在这时 人类军队赶了过来 但是无奈七弟的骚操作实在太多 人类军队根本不堪一击 直升机到了七弟手中 也不过是个玩具 变身铁甲机器人的七弟 对着博士穷追不舍 而博士则在磁力装置的帮助下 最终终止了七弟身体里的 狂暴程序 事件平息之后 在善良七弟的帮助下 博士被证明无罪 但七弟却不再被允许存在 最后在众人的一片哀悼声中 七弟完成了自我解体 但是七弟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